近期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是擬定要來推出 中國籍配偶取得我國身份證的年限 要從6年改為4年 而昨天民進黨的立委黃傑 也是針對中國籍配偶要來提出草案 是表示說要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提出部分條文的修正 有表示說中國籍配偶需要經過入籍宣誓 來效忠台灣 也需要具備我國的語言 以及國民權力義務的基本知識 才能取得戶籍 代您一塊來關心 那這個入籍宣誓其實是因應 因為現在其實在台灣的法院裡面 沒有辦法去放棄中國籍 那既然他沒有辦法放棄 我們可以利用宣誓 把這個兩岸條例裡面 讓他就是你要入籍 你必須要在宣誓裡面提到說 我放棄中國籍 並且效忠台灣 那會遵守台灣的憲法與民主的制度 然後來捍衛國家 那這個宣誓的條例其實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 這個法律的效益裡面包括說 如果你違反裡面相關的規定 你必須被註銷戶籍 那註銷戶籍也就是你的身份證會被繳回 那你也沒有辦法行使你投票的權利 以及相關的健保權利等等 好的 是可以聽到立委黃傑是強調說這個入籍宣誓是有法律效益的 如果說有違反這個效忠台灣的行為就會註銷戶籍 而內政部長林又昌也表示同意 帶您聽聽他的說法 我想對於國家的一個宣誓 我相信是很多人大家會認同的 畢竟要加入一個新的大家庭 效忠這個國家 效忠中華民國 我想這個是也是應該有的一個提議 民進黨是很奇怪的 他一直強調要台獨 那台獨就把中國大陸當作外國一樣 陸配那就跟外配一樣 怎麼陸配另外的一個差別待遇呢 只不過國民黨的立委就有提到說不能夠差別待遇 究竟這個中國籍配偶的提案方向為何 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討論